很多还有养绣球花都想要它开出这种梦幻斑蓝色的花朵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期 然后及时给它补酸 比如说像我们的绣球花 在这个顶端的芽点刚刚冒出花苞之后 要及时给它补充这个喜酸植物型营养液 因为土壤的酸碱度够酸 那么它开出来的花才会更加难 像我这颗的话酸性不够 所以说又有点红又有点蓝 不过也挺漂亮的 所以说大家想要达到这种梦幻般的蓝色 一定要多给它补充这种喜酸植物型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既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又可以补充营养 可以说是一举两的 我们发现这个绣球花冒花包了 每次浇水都给它用上 而且浓度要调高一点 因为你想要它变得更蓝 你浓度越高它就会越蓝 如果酸碱度不够 就像我这颗一样 开出来的花又有蓝色又有粉色 当然了 这样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种喜酸植物型营养液 不但可以让这个绣球花变成梦花蓝色 还可以给家里面的杜鉴花 茶花 月季等等植物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所以说我们想要养好花 一定要适当的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尤其是在北方养花的朋友 好了 我们下期见